然後硬帝又在了眼睛 其實這根本不是公明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大補冠來看誰是GOAT 那現在就是只能打網球的這群人 哪有誰是GOAT 我覺得就是那個... XX是GOAT啊 也會覺得嗎 蕭北芹沒有他多次啊 蕭北芹只是靠著那個硬帝那個微網球 那邊多拿冠軍 而且因為一年大 快有兩個都在硬帝上打 我覺得蕭北芹應該是硬帝GOAT 他應該不是真正的網球GOAT 他只是硬帝人家厲害 所以不接受蕭北芹是網球GOAT的這個說法 我說我是不接受的 可是我覺得網球現在就是因為 他的運動就是要在不一樣的服務上面打 那都好啊 那都全部都要在不一樣的服務上面打 那到底在講的話 那應該為什麼沒有冰上網球呢 現在有冰上網球 就創出來 現在已經有冰上網球了 但他沒有被列在大滿站裡面 他沒有在ATP 他沒有在ATP裡面 在ATP250裡面沒有 對沒有 但是有冰上網球 而且是一個項目 而且已經很成熟了 那找一個冰上網球的網球 去打那個grass跟類那種的 去打在打 不是啊 我就說你要把它收入ATP 才會有交流 這樣的話 這個冰上拿一個大滿塊兩千的 他就可以去打紅土 那不然他現在沒有資格打紅土網球 就有這個不公平的 就他連入門紅土那個 霸武的資格一二八強勾名 因為他沒有資格 那那個冰上網球拿來換給也沒資格 對就是我會說其實不同的材質嘛 所以室內還有那種鋪地毯用的 那個球會非常快 我可以這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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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嗎 就是中研院啊 你有去過中研院打紅 台灣中研院 沒有 中研院你應該去打一次就知道 中研院網球啊 你發那個外面發球 球是這樣 就出去了 因為那個旋轉 在那個場地 會完全的體現出來 所以你覺得 所以你這樣都是幾萬 然後這是老闆 那我一開始在網球 其實你真的有跟他材質 可以啊 那我如果真的打三種材質 那我如果真的打三種材質 然後印記又佔了兩種 所以這根本不是公平的 那你應該印記要幾位運輸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大股官來看誰是GOAT啊 當然當然 那就不要看大股官 對然後那現在就是主要打網球的這群人 你覺得誰是GOAT 自己用自己的標準來買 我覺得就是那個 Faedler是GOAT 我當然也是 會覺得 不是因為Faedler這個材質 你會覺得為什麼 因為你主要是因為草地 主要一個是因為草地 一個是因為結局 一個是因為結局 因為我認為 發球上網結 因為我認為網球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他的本意是希望快速的分出勝負 他不是要在那邊 抽個20球 然後比誰先失誤 可是我 應該要再講 比如說我講一個簡單的 自勝球算1.5分 如果自勝球算1.5 然後那個 失誤 就失誤化 你算1分 那這樣的話 Faedler一定會變強了 那很厲害 因為Faedler的Winner總是最多 可是我覺得一個邏輯 我不同意 就是運運都被創出來的時候 超能力 對 你覺得他應該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運運用創出來的時候 他也就有很多 不完美的地方 那他在那邊 可以修改 那你要修改Winner 算2分呢 你以後打一個Winner 就算那個 比如說打一個Winner 30分 為什麼Winner 沒有 沒有我那時候Winner 他沒有推 Winner才好看 我看完前 我不是想要看他 不是啊 他運動不是要給觀眾看的啊 對 運動是我要給你 你要看